有关C2H2CL2与C2H4CL2两者之性质的比较 效率述何者正确 A选项 C2H2CL2的异构有三种 而C2H4CL2的异构有两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者的不饱和度 对于第一个华物而言 两碳2乘2加2 减掉两个氢加上两个氯 不饱和度等于1 对第二个华物而言两碳 所以氢最大数为2乘2加2 减掉四个氢还有两个氯 等于0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 第一个为C类具有碳碳爽碱 而第二个华物为碗类 因为不饱和度为0 全为胆碱 因此对于乙烯而言 接上两个氯 具有三种异构分别为 顺12恶律乙烯 反12恶律乙烯 即 112恶律乙烯 而碗类则只有两种 第一个为12恶律乙烯 即 112恶律乙烯 所以对于A选项而言是正确的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B选项 C2H2CO2为平面分子 而C4H4CO2为非平面分子 我们来看这边 双剑分子为平面结构 也就是碳有三个方向 1 2还有一个氢三个方向 两个碳 皆为 SP2混成平面结构 而碗类全为单剑 所以碳具有四根剑 有四个方向 因此 为SP3混成立体结构 所以对于B选项而言是正确的 C选项 C2H2CO2碳碳剑长较 C2H4CO2碳碳剑长来得长 我们可以从A选项结构式来看到 C2H2CO2碳碳之间为双剑 而C2H4CO2碳的之间为单剑 因此单剑的剑长会比双剑来得长 所以C选项并不对 正确是双剑剑长比单剑来得短才对 接着第一选项 在C2H2CO2碳原件是以SP上 以周围原子结合 而另外一个C2H4CO2碳原子 是以SP2与周围原子结合 第一选项是不对的 正确的话 前者为SP2平面结构 或者为SP3立体结构结合 一选项 在C2H2CO2结构中 以这个为顺势结构 这是正确的 答案为A B E